過去三年 中共當局防疫政策一日三次核酸檢測 耗盡醫療資源 封城阻斷民生消費與物流 放任爛尾樓不管 全力花錢蓋方艙 管制退燒藥 造成產業鏈萎縮 拒絕引進外國疫苗 進入12月 中共政府政策急轉彎 選在寒冬來臨之際突然放開清零 全國確診人數瞬間突破2億5千萬人 包括醫院急診室火葬廠 到處都是大爆滿 與此同時 浙江開州市中心醫院 21日熱烈慶祝我願急診服務人次破200萬 中共的封控使得老百姓這個免疫力下降 無法面對當前肆虐的這個病毒 增加了這感染人數的聚增 包括應該得到醫治的人得不到及時醫治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明不白的就死去了 這也是中共一向的就是認為他能戰勝所謂的天 之前他一直也說他的自主的優越性對於抗疫如何如何 那麼把專家撇來一邊 12月25日 民眾在北京朝陽醫院院內繞一圈 走廊全是病床 急診病房 全被站滿 連地板都躺人 症狀都是重症肺炎 回顧2020年9月8日 中共盛大舉辦所謂的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 習近平宣稱 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中共它是沒有人性的 所以它所有的政策的出發只是維護它專制集權 老百姓的這種生命安危不在它的考量之內 所以它的政策讓正常人其實是無法理解的 包括之前三年的所謂清零 到現在呢 在毫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讓全民變陽 想快速度過所謂的這種疫情期 恢復它的經濟 評論認為 習近平的講話就像毛澤東與天鬥其樂無窮的口號 總以為中國共產黨可以戰勝一切 然而新一輪疫情海嘯 眾多中共高官與黨員紛紛傳出染疫病亡 2022年12月1日至22日之間 部分中共黨員的病亡名單就達47人 僅在12月23日一天內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已有5名院士病逝 據統計 清華北大近一個多月 共有45位教授 教職工去世 這些已故人士很多都是黨員 有的曾經為黨奮鬥了一輩子 有的為黨積極站臺 如今中共的紅人們被突發瘟疫帶走生命 連基本的火化權力都保障不了 中共的做法其實是違背天理 違背天意的 認為它可以戰天鬥地 所以就做出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中共一向標榜自己偽光正 所以它施政的這種錯誤 它從來沒有主動去糾正過 那麼百姓如果說是認同中共 或者說以為它的政策是好的 或者你從內心還看不清中共的時候 確實就是為它做陪葬 就是不明不白的就死去了 旅美時事評論員惠虎宇認為 中共獨裁政權 除非獨裁者死了 或者被推翻了 這些所謂的政策才能結束 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主義 它的最核心的一個東西就是鬥爭 它把這個間接鬥爭 鬥爭看成是人類社會的推動力 那你想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哲學的話 它建立正確 它就會把鬥爭看成是它維護正確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手段 鬥來鬥去 只要它鬥 它把這個社會挑起來 互相去鬥 這樣的話整個這個統治者就感覺到它的正確就安全了 美國傳染病專家憂心 中國人口眾多 再加上免疫力有限 在病例急增的情況下 很可能會成為新變異株的溫床 美聯社報導指出 有個很大的未知數 那就是新變異株是否會導致更嚴重的疾病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醫學院魯班表示 我們不知道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顯然這一大流行還沒有結束